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十四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厦门团共接待项目477个 许多高科技产品受到客商青睐 国际豪华邮轮接力靠驳厦门母港 厦门港三天累计接待邮轮 四艘五个行字 我是设在自贸区内的旅游产业园开源 市民在家门口可以深度体验台湾旅游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6年的6月19号 星期天农历5月15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6月15号至16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在厦门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把中央关于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优势发挥出来 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创新发展的积极性激发出来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胜利 做出新贡献 在下期间 孙春兰考察了高新技术企业 麦克奥迪公司和柯华恒盛公司 并到科技中学内地新疆学生高中班和南普陀寺 看望少数民族学生和宗教界代表人士 在麦克奥迪公司和柯华恒盛公司 孙春兰了解了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等情况 孙春兰指出民营企业在建设新福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以来 福建在扩大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举措 希望民营企业家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充分利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政策红利 积极投身十三五规划实施 自觉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遵循新发展理念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不断壮大企业 更好回馈丧子 孙春兰强调 各级统战部和工商联 要牢牢把握两个健康工作主题 推动解决政策落实中的突出问题 培育市场化公共服务平台 建立工商联商会组织和龙头企业牵头的 技术联盟产业联盟等 开展产学研合作和产业链合作 提升企业抱团发展能力和协调发展活力 在科技中学 孙春兰看望了在这里就读的 内地新疆学生高中班的同学 据了解 科技中学从2007年开始 承办内地新疆学生高中班 目前共有4个新疆班 145名学生 孙春兰详细了解了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她希望同学们能珍惜这个学习机会 勤奋刻苦好好学习 不辜负国家的希望 也不辜负家长的希望 未来学有所成后 为民族大家庭团结和解做出贡献 在南普陀寺 孙春兰就宗教活动场所管理 宗教团体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进行了调研 对南普陀寺推行垃圾不落地 主动融入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 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 全哲朱 省市领导 尤全 于伟国 雷春美 郑小松 潘征 裴金家等参加调研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 正在福州举行的第14届 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在本季618上 厦门团成功地对接项目 达477个 厦门企业带去的许多高科技产品 受到参会客商的青睐 三维码 面枕仪 地板式鼠标 陶尼3D打赢机 厦门展馆里的不少产品钱 都围满了客商 眼前这台瘦长的机器人 吸附在垂直玻璃幕墙上 乍一看像是一台空调 其实它是清洗高空幕墙的能手 长期以来 高空幕墙的清洁一直属于高危行业 存在诸多不可预计的因素 也正是这个原因 厦门华卫物联科技 从去年开始朝着这个方向 寻找研发能代替蜘蛛人的机器人 目前这款产品即将面世 它不仅安全可控 而且工作效率非常高 一天可以清洁1000平以上的幕墙 效率是蜘蛛人的三倍左右 科技电影中 主角用意念移动物体的场面 时常让人心潮澎湃 如今这已经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幻想 这款颠覆传统的玩具 意念方舟就能让你仿佛看到 隔空取物的一丝机会 不用动手 只需要盯着看 就能让小琴儿在空中飘来飘去 并且可以进行双人对抗 比比谁的意念更加坚定 注意力来转化为脑电波 然后就通过脑电波来刺激 它有一个电机 然后通过那个电机来控制 那个一个平台来移动 然后还有求了上升高度 本台记者福州报道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基础在学 关键在做 厦门检验检疫局 着力开展线上线下并行的 学习教育模式 以托微信等新媒体载体 拓展网络学习与互动交流途径 引导党员把学习中的收获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守护国门安全 为厦门自贸片区创新服务 最近厦门检验检疫局 工作人员的微信朋友圈里 流行刷成绩单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来 厦门检验检疫局 在官方微信平台上 嵌入了自行设计的 党章党规自测系统 把党章党规 特别是党风廉政教育 作为学习重点 鼓励全体党员 随时随地参与学习测评 掀起了一轮学习热潮 在我们最近的圈子里 很流行一句话叫做 你考了多少分 之后我们会在自己的支部 把这个分数 发到我们的圈子里 大家还会通过一个 相互之间的竞赛和比拼 形成一种良性的 一种学习氛围 党章党规自测系统 是今年四月上线的 系统自带分值统计 错题分析 漏题提醒等功能 直观地帮助党员 了解党章党规 知识掌握情况 在内容设计方面 除了党章党规 应知应晦的内容以外 厦门检验检疫局 还认真梳理了 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 短短几个月时间 全局80%以上的党员干部 变成为党员干部必不可少的 廉政随身保 这么一个形式的话 它非常适合于我们 各个零零层次的使用 那么同时也有利于 大家的话 把这个我们日常工作的 那种脆评化的 这么一个时间 给串领起来 学习效果很好 除了线上的创新学习方法 厦门检疫检疫局 还注重开展线下的学习教育 全局70个党支部 积极组织党员培训 聘请专家讲课 还组织党章党规的支持竞赛 两学一座大家谈等多种方式 有计划按部署地 把两学一座不断推向深入 虽然检验一线工作强度大 厦门检验检疫局的 600多名党员并没有放松学习 并把学习心得 转化为工作中的正能量 守护厦门口岸的国门安全 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 咱们更好的明确我们自己的身份 明白自己的责任 随着这个自贸区政策的落地 我们也在积极地 为企业去想办法去找出入 改善我们的通关环境 然后加快我们的通关速度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 百姓看平安 守护一方平安 除了战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 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 共同缔造至关重要 在信息化时代下 我是公安政法部门 充分利用互联网家 将民间群防力量激发出来 创造性地开展群防群治工作 小陈是湖里河山青年体育协会的一名会员 也是一名志愿者 这一天他正在方湖东路 进行舰走锻炼时 他的手机里 河山错边的APP来了新任务 河山派出所民警提示 方湖东路沿线发现部分车窗未关 容易发生车窗被砸 车内物品被盗的案件 刚好就在附近的小陈马上抢单 开始进行巡逻 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 他只要用手机拍摄下照片 上传到河山错边APP上 就能通知派出所民警前来处理 如今利用空闲时间 一边践步慢跑 一边进行治安巡逻 成为了小陈新生活的一部分 在小陈的影响下 他所在的河山青年体育协会的不少成员 也一起加入了这个平台 我们现在协会的成员有大概200多人 那我们第一期的话应该会加入个150人左右 加入我们这个平安错边的这个APP当中 因为我觉得有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的话 让大家一起来守护这个平安的家园 那我们的这个生活才能越来越安全 也越来越幸福 去介绍 河山错边APP是河山街道与河山派出所运用互联网思维 创新群防群制的新平台 它的核心理念是建立社会平安的连接器 以剑步慢跑开展快乐巡逻 辩解指令为游戏抢单 无论私搭违盖还是小偷小摸 只要是违法犯罪的事 河山错边都会管上一管 从今年5月平台推出后 河山错边群防群制队员 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182人 胁迫各类刑事治安案件208起 在这个平台发动之前只有不到500 那里面的话这个应该来讲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老同志 年轻人参与的不多 现在我们3000多个志愿者里面呢 这个年轻人占了80%以上 每天差不多1500多名的志愿者参与群动 像河山错边APP这样的平台 在我市还有很多 我是在全省率先实现 社区网格化管理全覆盖 让社区网格园居民成为 发现社区治安问题的眼睛 在全市范围内挑选出 10万名保卫干部 协警 治保人员 志愿者 治安积极分子等组成 红袖标平安志愿者 在案件多发区域 繁华路段 学校门口周边等地开展巡逻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 加入到守护厦门平安的队伍中 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逐渐成为一张张发动群众 共同缔造平安厦门的新名片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随着厦门邮轮产业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邮轮公司 向厦门港抛来了橄榄枝 这几天就有多艘邮轮 接力靠拨厦门港 详细情况 我们请小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随着暑期的临近 多艘国际豪华邮轮接力来驾 从6月17号到今天 短短三天时间 厦门港累计接待邮轮 四艘五个航次 为厦门带来了两万多人次 邮轮旅客吞吐量 其中皇家加勒比旗下的 海洋赞礼号和嘉年华旗下的 蓝宝石公主号 都是第一次靠拨厦门港 海洋赞礼号是皇家加勒比 邮轮公司部署中国的 第二艘量子系智能邮轮 邮轮吨位为16.8万吨 18层甲板可容纳4905名乘客 被称作是来自未来的邮轮 旅客在邮轮上不仅能体验 全球首创的海上碰碰车 模拟甲板跳伞 甲板冲浪 还可以在海平面上 91米的北极星观景台浏览风景 在机器人酒吧品味 机器人调酒师出品的鸡尾酒 据了解 海洋赞礼号 今天靠拨厦门港 是它进入中国大陆地区的首站 之所以选择靠厦门 一来是为了后期布局 中国大陆南方邮轮市场做推广 同时也是为皇家 加勒比邮轮公司旗下 另一艘邮轮 海洋神话号 今年8月以厦门为母港 运营的航机预热 重新装修后投入运营的 海洋神话号将从8月7号开始 运营两个月 共13个航次的厦门母港航机 今年这个航线时间上停留 就比以往任何一年的 这个时间要长 这是我们对这个市场的 一个信心的表现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今年有 走菲律宾的一带一路的 一个线路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能够给消费者提供 更多的有趣味性的 合理的这样一个线路的安排 而昨天靠拨的 嘉年华邮轮公司旗下的 蓝宝石公主号 第一次靠谱厦门就拉开了 以厦门为母港的运营序幕 在接下来23天的时间里 公主邮轮计划将为超过 1万名的游客 提供5个蓝宝石公主号行次 到访包括韩国 日本等国家 昨天共计有3,018名游客 从厦门登轮 他们当中有8城市厦门户籍游客 这也创造了我省邮轮单次出发 组客量的季度 首先厦门是一个热门的旅游 目的地城市 同时在我们的调查中 厦门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都是比较高的 在今年夏天 我们开启了以厦门为母港的 航计首航满舱 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 明年我们毫无疑问 将会延长以厦门为母港 运作的航计 除了海洋暂领号 和蓝宝石公主号 从6月17号以来 厦门港还接待了 海洋航行者号 天平星号邮轮 三天时间 共接待四艘邮轮 五个航字 近期国际邮轮的密集造访 也意味着厦门国际邮轮 母港的业务 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为此相关单位表示 将加快推进 东渡国际邮轮 母港的改扩建工程 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 正式动工 东渡港 从传统的货港 要转型为一个大型的 国际邮轮港 我们也采取了措施 目前准备改造成 四个码头驳位 中间有一个 22万转端的大驳位 两个十万转驳位的 一个游轮港 那里头还含一个 小的客轨码头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满足 同时停靠两艘巨型邮轮 甚至第三艘游轮 本台记者报道 各大游轮商抢摊厦门 也说明对厦门的旅游市场 前景看好 今天上午 位于海仓自贸园区的 滕邦新兴旅游产业园 正式开源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家门口 体验台湾旅游观光工厂 虚拟旅游等业态丰富的旅游项目 作为滕邦新兴旅游产业园的创新项目之一 宝岛孟工厂引入了体验式观光旅游项目 在六千平米的体验厅内 三十个台湾观光工厂 带来了两千种各具特色的台湾文创产品 眼前货架上一盘盘诱人的蛋糕面包 造型诱人让人忍不住想咬啥一口 可仔细一瞧 这些蛋糕竟然全是用毛巾假扮的 这样的创意曾经帮助台湾的一些传统毛巾厂 打开市场起死回生 里面有一些比较有创业的小偶啊 花素啊 还有一些蛋糕啊 就看起来很想吃 但是它又不能吃 在虚拟旅游体验厅内 戴上VR眼镜可以感受视觉与触觉的神奇魅力 眼前这个小小的餐桌前 挤满了家长和孩子们 餐桌上一个个可爱的卡通大厨 正围着餐盘跑来跑去 3D全息投影技术给用餐带来了无穷乐趣 据介绍 腾邦新兴旅游产业园面向海峡两岸旅游企业 提供两岸旅游资源 同业交易 大数据和互联网金融等服务 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 目前已有12家旅游批发商入住产业园 签约入住的旅游企业达到50家 涵盖票务公司 中小旅行社 旅游电商等 让我们的游客不用到台湾就能感受台湾的一些情况 而且也让台湾的很多创业的青年 能够感受到我们大陆的热情 而且希望到我们大陆来创业工作生活 这是我们的那个项目的意义 本台记者报道 由中国奥委会主办的第三十届奥林匹克日活动 今天上午九点 在北京 天津 广州 厦门等十个城市同步启动 上午我市的三千多名体育爱好者 以跑步的方式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传播奥林匹克理念 推广奥林匹克运动 许老姐 为了信任国际奥委会成立 每年的6月23号被定为奥林匹克日 全球都会举行奥林匹克日常跑活动 今年厦门市连续第七年 应中国奥委会邀请 举办奥林匹克日的常跑活动 早上八点多 厦门的跑友们就已经集结完毕 开始了他们跑前的热身准备工作 每年参战了 所以最后的记录加油 九点钟一到随着一声令下 我市的三千多名体育爱好者 正式拉开了他们全程 约4.7公里的跑步之旅 本次活动起点设在 环岛路亚洲海湾大酒店 终点在海上救生中心 一路上大家吹着海风 一边奔跑一边欣赏美丽的风光 比赛没有设置计时器 跑友们都把跑步 当作一种周末休闲的方式 幸好就跑了 其实我平时也没跑这么快 面上有海 就是看起来就是心情很好 然后也适合花卉 这次奥林匹克日 厦门站长跑活动中 体操奥运冠军腾海斌 也和市民朋友一起奔跑 参与跑步活动 享受跑步带来的乐趣 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 参与节目 参与节目 然后能够让他们 从运动中得到快乐 本台记者报道 六月凤凰花开 又到了毕业季 今天和明天 厦门大学在建南大会堂 将连开四场毕业典礼 送别今年夏天 就将离校的七千六百多名毕业生 终于我们分头走 最后 忠心的祝愿 每一位寄生女子的学子 都能在未来 多传递一分夏大人的精神 不断思考生活的意义 坚守类似梦想 把握无限可能 随着毕业生代表发言的结束 几千名夏大毕业生 穿着厚重的学士服 迎来了他们的毕业典礼 当完成学士帽的剥碎仪式 当从恩师手里 接过毕业证书 当夏大的校歌再次响起 不少人对父母和母校三鞠躬 走出毕业门后 红了眼眶 我们曾经在上选场上 一起就是玩过游戏 晚上的时候在这里喝过啤酒 吃过烧烤 谢谢夏大 然后谢谢老师 还有谢谢我们朋友们 凤凰花开 离歌畅响 厦门大学校长朱重石 希望毕业生们 此刻与美丽的校园 说声再见 向明出海远航的水手 即便今后碰上人生风浪 遇上苦航迷航 也要积极冲越险滩 而母校就是他们最温馨的港湾 今天是凤凰花开的这个季节 也是一个这个离别的季节 跟我的校园一起在这里做一个告别 这是我们对这几年青春的一个纪念 是告别也是新生 我们可以洋方起航 伴向人生的新旅途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为期三天的首届海峡两岸 厦门老龄产业活览会 今天在国际会展中心落幕 记者了解到 明年春节期间 我是将举行首届老年晚会 老年春晚 目前已经启动了节目海选的报名工作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出席启动仪式 据了解 厦门市首届老年春晚 以上为主题 参加人员以55周岁到75周岁 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为主 即日起 各个社区和各区文化艺术协会 都可以组织报名 由厦门老来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进行对接 海选将在10月到12月间进行 通过评审的10个左右的优秀节目 可以直接晋级老年春晚会演 其余节目将通过复活票选 争夺最终会演的入场券 据了解 将在明年春节期间举行的老年春晚 节目将涵盖歌舞 小品 戏曲 声乐 绝技绝活等不同形式 旨在进一步推动 我是老年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 展示老年朋友的风采 并在全社会营造尊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本台记者报道 在中国航天视野创建60周年之际 今天上午 我是在诚意科技探索中心 启动了青少年航天梦主题活动 弘扬航天文化 航天精神 本次厦门青少年航天梦主题活动 将通过海峡两岸青少年航天梦 创意绘画大赛 青少年航天梦 实物图文 即互动体验展等形式展开 在暑期为我是青少年 奉上一场航天知识盛宴 同时 我是还把这次主题活动 列为三爱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之一 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热情 启动仪式上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授予诚意科技探索中心 中国航天科普体验基地排扁 探索中心还与厦门航天测控站 举行合作共建签约仪式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 微信和看厦门手艺客户端 再见 再见